因為一般學校的 舉館應該都比較小 是 沒錯 右邊撞到攻擊 身體條件都很出色 能夠越起的時候選擇 也是高大的舉球 185公分 這次舉球不錯 選擇做中間的進攻呢 余秉翰 不像是快攻 這個有點像是個人時間差 因為可以從慢動作看到 他有一個瞪的動作 一個假的一個迴避 成功的騙到 中學生運動會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自己個人時間差 對 就像一如所講的 可以能夠守住這個局面 穩定輸出 對 沒錯 值得信賴 這個綜號 籃回來了 慢了一個節奏 哎呦 中間快攻守得分啊 值得 福晉高中還是拿下 這一局 還是由 余秉翰來接受的 對 對 是這個 可以看他出 我可以看你了嗎 好玩喔 快點 好玩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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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